這個女團的特色就是這套戲 就是去揭發一個藝術集團 其實我們是不想入女團的 純粹進去做任務 角懷鬼胎 最後才齊心 最後就有這個動作 我們的角色是要不懂跳舞的 明明他們跳得很厲害 但還要扮演不懂跳舞 這是不是最大的難度 是 因為會很不自意 我會很想像中順利 所有東西比我想像中順利很多 可能我有時候會困難 或者我不太知道 如何在這五個角色裏面 去做好自己的崗位 而且阿Lo很好 他是做很多功課的人 他會看一套劇 他會看到類似這個情況 不如大家都看看 我們一起看看 我們可以在這套電影裏 可以學到什麼 再丟進我們這套電影裏面 Alina比我想像中更加喜歡演戲 我一直都知道她很想走演員這條路 對演戲的要求 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我感覺到她對自己的困難 所以我看到你這麼困難 我都不可以鬆懈 但你已經每次都200% 你不可以再Hush 你這樣弄得我要推到500才完成 不是 因為你很警惕 我覺得你的認真 令我都知道 就算我多累 我都不可以懶 我都不可以懶 明天很累就算了 明天那些電影就不要看了 都要做好功課 拍電影最大的挑戰 就是皮膚狀態問題 因為我經常說 你想想想 如果你這麼大的螢幕 你有一顆暗瘡 大家都會變成 不是一顆暗瘡 是一顆很大 一餅薄餅的暗瘡 所以叫我 你一定要皮膚很好 你才可以有資格拍電影 這件事真的控制不了 我記得拍《假冒女》 這件事是我2021年皮膚最差的日子 是不是大壓瘡 你是不是應該是 我原來長輩了 是最不夠分的一個月 所以我想皮膚好好的 她都自然地不能做到這件事 Hidy的角色比較大家姐 她不夠大家姐的時候 我們就把她比較小的東西 浮誇你做一次給她看 就是給她一個氣象 我記得第一次唯讀的時候 讀完之後 她們都說 你看不像一個大家姐 你還是很悶的 就是那個調音 這個語氣 你裂不了別人 別人不會相信 所以也下了很多苦工 就是特意找戲劇老師 去幫我握補一下 形體上面 或者聲音上面 如何再像一個大家姐 因為這次我們為了一部電影 我們都特意要準備很多東西 例如我們要去學功夫堂 或者排舞 或者去錄音室 這些都跟我以前做的事是很相似的 經常都要一班女生 很嘻嘻嘻嘻 在排舞室上很長時間練 跟以前的東西很相似 你弄在目 剛剛以前組合的時候 就是回來的那些青春 想起《造星3》 就會是大家一起去創作一件新的事的過程 因為那時阿祖也教得我們很好 你真的要無私奉獻 你才可以一起有最好的東西 不要說電影還是什麼 其實做人都是這樣 這個世界就是要這樣看才會美好一點 大愛 我有想起自己是《全民造星1》 那種對自己沒有信心的感覺 因為這次在這套電影中 其實我的角色 雷子晶是一個不懂表演 也沒有興趣表演的人 但是也要硬著頭皮去上舞台 這個內心的感受 都好像《全民造星1》一樣 就是我不懂唱歌 但是也要唱 那種勇氣是很大的 所以一定要靠不同的人去推動自己 就好像《全民造星1》的時候 有隊員去推動自己 就是他們去推動我 他們點醒我 原來要完整個比賽 實力不是最重要 其實是那種跟隊員之間 你們有多想… 信任交易投放 我很記得林敏聰那一場 因為我們全部人一致排開 聽他們說話 因為他們類似是一個導師 或者是一個老闆說話 但他們每個拍攝 可能都有一支即興的爆肚 但那個Shark是在拍攝我們的背後 喝得很辛苦 後來他們聽攝影師說 他們說很明顯看到一些女生 你們的肩膀在動一動 忍不住笑 但幸好都不是很好 坦哥是超級… 超級像一個… 哥哥的模型 他好像一個… 很照顧我的大哥哥 因為跟他對那幾場戲 其實他是給了很多推薦 他幫我排了很多次 其實都在化妝間裡 然後他很主動問我 你剛剛出道是否很害怕 他很搞笑 他會很直接說 你看到我這些大前輩 是否會很緊張呢 我以前… 他這樣說 他以前出道的時候 都經歷過這個感覺 他很明白 他給了很多方向 他教了我一個做喜劇的節奏 他說喜劇如果你覺得好笑的話 其實不是因為對白好笑 那麼簡單 其實是因為節奏 究竟你應人的速度有多快 你在哪一個位置應才是一個 punch 位 令觀眾覺得好笑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